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我的一种保护 害怕自己的真情被辜负 更多的时候 他们会通过一些暗示 表达对一个人的喜欢 借此传递自己的心意 接下来就看男人能不能及时察觉和回应了 通常而言 想和你发生关系的女人 会给你这些暗示 别不懂 会默许你的主动靠近 喜欢你的女人 虽然嘴上并没有说出对你的深爱 但他却会通过默许你 主动靠近这个细节暗示你 渴望你能够察觉并给予回应 当你主动靠近的时候 他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悦 反倒有一种很期待的感觉 其实就是已经对你有了好感 否则女人是不会允许异性靠近自己的 你也会发现 他身边不会有其他的异性 但凡有人试图靠近都会被拒绝 可唯独对你是默许的 这就说明你在他心里的位置不一般 而且至关重要 他明明可以更含蓄一些 面对你的主动靠近也可以拒绝 但是他更害怕自己 拒绝的态度把你推开 所以才会有默许你靠近的暗示 男人可别不懂他的良苦用心 会表达出对你的欣赏 深爱着你的女人 肯定会非常的欣赏你 平时和他相处的时候 经常可以听到他对你的称赞 有时候可能说得很隐晦 但言行举止里都是对你的欣赏 心里肯定已经有了异样的情愫 要知道 女人可不会轻易夸异性 更别说在细节里的欣赏了 除非是真的已经走进了他的心里 否则任何异性都不会得到女人的称赞 而他之所以表达出对你的欣赏 显然是已经对你动心了 一点点表达出对你的欣赏 说白了就是一种喜欢的表现 渐渐的就会形成一种深爱 有这些表现的女人已经爱上你了 男人一定要及时把握住机会 会表现出对你的思念 所有的思念 都是对一个人最真挚的爱 他已经对你敞开了心扉 所以才会满脑子都是你的身影 一旦和你有了分离 哪怕只是短暂的 也会产生无限的思念 最为关键的是 这份思念还会随着时间而变得浓厚 渐渐就到了无法抑制的阶段 这时候女人往往就会表达出对你的思念 并渴望你能给予她积极的回应 说白了 女人表达出对你的思念 就是一种暗示 她已经认定你了 否则分离之后也不会对你产生思念 这时候男人可别不懂 及时回应才能报得美人归 不得不承认 女人表达爱的方式与男人不同 毕竟她们需要考虑的东西更多 但这并不代表她们不表达 只不过会非常的隐蔽 需要我们用心去察觉而已 大多数时候 女人会通过以上这些 暗示表达对你的深爱 你若是已经感受到了 就抓紧回应她吧 及时走近她的心扉 并牢牢地把握住机会 才能俘获女人的心 可若是仍旧没能感受到 就说明她还不想和你发生关系 女人的这些暗示你懂了吗 学会了不妨点个赞吧 祝愿所有人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真爱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期我们将会持续给大家 带来更多情感小知识 帮助大家分析女人复杂的内心 解决情感问题 如果对我的节目内容感兴趣 就赶快关注我的频道吧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有什么不同的 或者更好的意见和见解 请尽情地留言 我将一如既往地和大家保持互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